林吉祥 李光耀 以及陈平 都是表兄弟 林吉祥 和秦平 父母不跟他 是不 林冠英老婆跟郭肃庆是亲戚关系 陆赵福 宁可敏 宁可汉 全部都是自己人 那那那 你先别笑 这些话可不是我随便瞎掰 而是出自于一党一位新人外逼 林冠英 林吉祥 秦平 其他人是 林居多年 林冠英 这位在台上自信满满毫不怯场的一党女性兵 是假抛巴底国会议员西蒂·马斯杜拉 她也算是把网络流行的这句话 一脸正经的胡说八道发挥得淋漓尽致 人家是乱点原养谱 她是乱化家族关系图 西蒂·马斯杜拉把自己所知道的领袖名字 通通一锅乱论 都说成有亲戚关系 被指名道姓的郭肃庆 是气得在国会上直接点名这位女议员回应 于是就有了这一幕 《火箭女将围剿月亮新兵》的戏码 如果没有看画面 可能还以为是巴沙买菜讨价还价的宣扰声 但是呢 一党YB这番言论不止惹火了这些火箭女将 有份被点名的林冠英也发出通牒 要求这个YB敢作敢当 在48小时内出示证据 而同样被点名的火箭议员宁可汉 也要求这名YB下台辞职 可能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吧 一党女议员的这支影片 还红到对岸引起新加坡的媒体注意 而报道中特别强调了YB演讲的两大错误 那第一就是女议员硬硬硬 将新加坡的开国元老改名换姓 将李光耀改成林光耀 林光耀 什么? 那相信是为了将李光耀和李师父子扯上关系吧 那第二个呢 就是将已经去世的李光耀说成是还活着的 林光耀居住在新加坡的日子 48小时期限剩下不到24小时 这名月亮新兵能给出让大家满意的解释 还是会道歉了事呢? 欢迎留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这支影片 以及关注热点Hospot